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现在人在机场 很开心 终于可以出国了 对 我上一支影片也是出国了 可是坐飞机的感觉是不一样 比较兴奋一点 这一次我们就是要去曼谷 我们的家乡 终于终于可以去曼谷了 我真是期待很久很久 然后这一次去曼谷 我会拍很多很多米其林的美食给大家看 因为那边是非常多 现在很多人介绍那种米其林的那种美食 所以我很想要每一个都去try给大家 如果影片可以修味道的话多好 然后今天我们的飞机是飞到去曼谷 是晚上的时间 然后我们晚上的时候会开做一个room tour给大家看 之后我们就会去吃贝欧厨啦 贝欧厨啦 贝欧厨啦就是吃那个泡面的 那个妈妈咪的 听说是很好吃 那个也是米其林的叻 好期待啊 然后叻 呃 今天行程就是这样子 好过明天一整天都是会在曼谷 然后再拍给大家看啦 我们等下在那边见 拜拜 room tour 也是其实蛮干净的啊 这么一直看到有不好的评论呢 看一下厕所 看一下厕所 厕所也是蛮干净的啊 那边有一个厨 这边也是有一个小厨 看到一个 一点点的view这样子啦 哈哈 那边还有一个 那边还有一个窗口 呃 ok tank bye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床 就是这样子的整天 Matthias 哇那个air show你可以坐一个人吗 延遲我们的鸡,现在我们到曼谷了 现在是凌晨的一点 然后幸好他,我觉得他应该是人太多了 所以他们延迟营业时间了 到现在我们还吃到这个妈妈咪 然后我们叫了一份那个猪肉 修泳 还有一个干公 然后我现在来吃一下他的 很饿,很饿 这个Asia 要再延遲别人的飞机 哇,很硬喔,我的牙齿不能吃这个 很硬喔,很硬喔 很硬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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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吃菜啦 现在刚供吃蛮多人推荐的 好吃喔 炒得很香耶 很辣 你喜欢蒜米的可以加我 因为他放很多蒜米爆香 可是有点辣 我现在还吃这个中头戏妈妈面 你看那个鸡蛋 哇塞 哇塞 我先吃一口 我先吃一口 这个这份是猪肉加海鲜 300泰鱼 我觉得也不会贵耶,300泰鱼 可以够两个人 两到三个人吃 我先喝一口汤 很香耶 它是冬价汤 然后有点奶香奶香 那是味道 果然名副虚传 吃看他的面 那个面要快点吃 不然等一下泡软了 一根面 可以煮到那么红吗 你就知道他到底多厉害 真的是好吃 嗯 它是有米其林连续四年的米其林 2018到2021 2018到2021 它里面也是有猪肉 猪肉水 然后虾 大虾 然后虾 然后虾 大虾 这个也是有猪肉片 然后我们另外也是有点了一个猪肉片 这是烧肉来的 其实他这里也是推荐吃那个生鱼片 这个 可是我们怕拉肚子 我们不敢吃先 因为我们毕竟今天是第一天 OK 我们现在安静吃我们的夜宵 然后回去酒店睡觉了 OK Hello 今天在曼谷的第一个早上 然后我们现在第一站是去四面佛还愿闲 然后等下就去吃早餐 然后这个酒店 我不懂为什么这么多人推荐 真的是超级无语 等我回到酒店 我再慢慢讲这个酒店 你们期待一下后面 video后面 我们现在第一站先去卖四面佛 然后等下就吃猪脚饭 OK Let's go 我们已经拜完四面佛 也吃完我们的早餐 我觉得哦 那个猪脚饭不好吃耶 我不能做这么多人推荐 我爱 可能我觉得口味不适合我吧 因为我觉得有点太咸了 你觉得好吃吗 妈妈爹不值得 他一百太猪一碗 然后你们看他的分量是这样子而已 我觉得有一点小贵的其实算是 可是然后而且排队排蛮久的 然后他的服务态度也没有很好 而且就是如果你不是很爱猪脚饭的人哦 我觉得你可以skip掉啦 因为真的没有很surprise到我 他的猪脚饭 我们现在是下一站是要去chattachat market 然后天气太热了 我们一直走进market里面 然后这边是一个 吓到我后面那个 后面那个吓到我 然后我们现在回去那个rachateri的bts那边搭去chattachat 希望天气不要太晒啦 对我好一点啦 OK我们已经回到来了酒店 chattachat跟以往一样那么的好逛 大家一定要去 我那时候本来想要skip掉这个行程 因为太热了 可是我没有真的 我去了我真的是不后悔 太好逛了 我很想要跟大家推荐一个芒果冰沙 真的是超级好吃 你知道泰国的芒果一定是很甜的 又很香的啦 发现那个冰沙里面真的是很绝 这个档口是靠近这个MRT啦 然后大家可以去 乘这一站下车了之后 你走路找24号出口 就是chattachat的24号出口 它的店是长这样子的 你一定要去叫它的mango smoothie 真的是很好吃 它的那个芒果真的是很丝滑 它的那个冰沙很丝滑 真是一口咬一口就融一口就融了 哇真是我现在很想再去买多一杯 可是今天曼谷也是下蛮多吃鱼的啦 就是刚才我们一个早上它就下了两三次 可是曼谷的雨也是很可爱的 它下两三次都是二十分钟 十分钟这样它就停了 然后突然间很猛的太阳 ok然后呢我刚才早上的时候 不是讲这个酒店很无语的吗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推荐 现在来吐槽吐槽一下 就是简单快速的吐槽一下 他们这里什么都是要钱的 我去烫一个衣服吧 我要一直尽快 我要一直尽快 不然它就一直断我的电 可是它还是蛮便宜的 一块钱一分钟 其实如果一分钟而且很快 我还没有烫完它的那个烫都还没有热 我还没有热你就断我的电 之后然后我觉得 然后其他的东西就不用讲啊 它的床啊枕头啊 大家如果你只能想要来try的话可以try的 因为我其实真的不是很推荐的 然后我们本来是住天的 幸好幸好我们的卡就是过不了账 所以我们就跟他讲我们换三天 可不可以他就可能讲ok 幸好三天之后我们就会搬去另外一个酒店 到时候我再开箱给大家看那个新酒店 那个酒店我是蛮期待的 那个酒店是蛮美的 希望不会像这一间这样啦 我最认真是遇到我的腰股很痛 就这样子啊 然后我们的晚餐等下就会在Chinatow解决 希望它不会下雨啊 如果我去到Chinatow之后如果有时间 我们就会去Big Sea逛逛啦 就这样子啊 今天就是这样子的行程 去单栏吃吧 我们了解一下 到时候下家的啊 我们了解惯吧 一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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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吧 用一个钮 成马太转力 成马太转力 大红太转力 我们的时间 我们现在在唐人街,很多人就是买了V70的Yu Zaku,还有这个一定要买的Sotong, 然后还有一个经过一个糖饼,这里是泰国糖饼,等一下试试给大家看。 这是给大家看吗?你们真的可以看吗? 的Gaia也是给很多,满满。 然后我们在这里做是叫了那个铁板,是吗? 铁板,那个Oyster,还有那个他们的这里的招牌,等一下吃看好不好吃。 看我点啊? 哇,它的Gaia超香的。 它的油条里面也是, 它是一大包,汽车太多了。 它单吃那个油条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一定要加它的Gaia。 它Gaia真的很香,浓郁。 开了,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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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酷哦。 好酷哦。 吃这个Yutaku的时候,来了我的铁板。 这个它突然间在我面前表演,给我一个措手不及。 可是这个它讲是它的招牌,我们来试试看。 有两只大虾。 它的食物不烧了。 而且它刚才在我面前表演,那一段是啥。 它这个下面是面,好像那种,你吃的那种瓦丹头的那个面而已。 吃看好不好吃啊? 它是这样硬硬脆脆的。 看天啊。 看天啊。 这面这个里面都是炸的,好像那个瓦丹头的那个炸面,炸什么?炸米粉来的。 炸米粉来的。 炸米粉来的。 所以根本就是瓦丹头来的吧。 因为它的汁。 它是泰式瓦丹头。 它是比较放很多那个勾芡的。 还有它的蛋是没有碎的。 没有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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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不错诶。 味道不会讲很中口味,很适合。 它也不会讲很咸,也不会讲很胡椒粉放很多那种。 好吃。 我比较想吃这个诶。 你看它的,好像这么大力诶。 还大过我的眼睛。 哇,没有腥味诶。 很好吃诶。 完全没有腥味诶,它的好。 新鲜。 而且很大力诶,很多诶。 你看,多到。 发脏。 发脏。 很好吃诶。 很好吃诶。 我们先吃完这个铁板,然后我们接下来试吃那个, 糖饼跟那个沙冬。 哇哦哇哦。 中头戏中头戏。 排队,我们排15分钟。 算快的。 因为很多人看了很多时间,排一个小时都还没有到它。 所以你们要吃这个的话,一定要早点来。 刚才我们买的时候是差不多, 呃,6点。 6点多。 太过时间。 很多香菜。 我先吃一个原味先,不要放辣椒先。 说它的这个辣椒很辣的。 很新鲜诶。 看它的辣椒。 发脏诶。 我其实不是很敢倒诶。 我可以倒它的,不要倒它的辣椒吗? 这样子哦。 辣椒不要。 因为听说会很辣,所以我不要倒它的辣椒。 再来一个饺料。 八角。 它sauce很棒。 大概吃原味哦,是另外一个感觉。 加了sauce,另外一个感觉。 真的。 那时候我们每天买那种烤鱿鱼片啊。 就是那个烤鱿鱼片的味道。 那你吃到的现在是真正的鱿鱼,不是烤鱼鱼片的。 大家来一趟去排这个。 虽然是很久啊,而且又很热。 大家早来,早来哦,去买。 这家吃,不要吃虽然。 这家吃虾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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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家吃虾价。 这是这里的把鱼鱼。 这个店家吃虾价。 我操公主你都佳价。 只有哪家店家吃虾价。 这个铁铁铁有放白云皮冷 这个放白云皮 然后放一样